山西竟然有座骷髅庙 听起来就毛骨悚然 在庙底下呢 还有四十万颗人头 还有两个人坐在了棺材之上 那么这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寺庙不都是供奉佛像的吗 为何供奉骷髅呢 古庙修建于何时 又是出于什么原因修建的呢 更不可思议的是 守庙大爷说了 半夜的时候呀 在骷髅庙里面呢 他还经常有哭声和动静 虽然听起来很恐怖 但是呢 咱们感兴趣的朋友啊 可以跟着牧子呢进去了解真相 走吧 我们呢经过了工作人员允许呀 拿到了钥匙 所以说今天呢 咱们把大门打开 带着你们呀 进来看看 进来之后呢 咱们看到这里呀 中间有个屏风 但是在来的时候 古代皇帝怎么走呢 他们讲的是左君右臣 中间走神 所以说呀 咱们走君路 走 骷髅庙位于高平区谷口村 一名沙谷 庙宇其实早在唐朝的时候就建成了 那底下这些骷髅头呢 也存在了两千余年了 当年这个地方究竟发生过什么呢 在常年看守庙的大爷呀 道出了实情 其实呢 早在五千年前 神中阎帝呢 就带着他的族人 在这里呀 繁衍生息 离村庄不到十公里的地方呢 就是阎帝的故居 但是 真正让高平古居 闻名天下的呀 他并不是阎帝 而是源于在两千多年前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那场战争之后 国口村到处都是白骨和骷髅 1995年的4月 附近村民啊 在农耕的时候 竟然挖出了许多的白骨 吓得百姓啊 都不敢种地了 因为骷髅呢 实在太多了 村民啊 赶紧上报给考古部门 山西考古部门 专家闻讯过来了 对这里呢 进行了大量的挖掘 而且当时发现有许多许多的白骨 还有战国的兵器 这些白骨身上还带着明显的剑痕 还有伤痕骨折等 他们都是男性 看起来呀 也不是自然死亡 专家这才意识到 原来呢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长平之战主战场 就发生在这里 大爷说了 在庙底下呀 还有很多赵国的战士们 直到公元723年 唐玄宗李隆基 寻幸路过这里的时候呢 看到了遍地的白骨 而且相传在晚上呀 还可以听到哭声 这李隆基 为这些牺牲的战士们 感到痛心和惋惜 于是呢 下命令修建了这座庙宇 以此来祭奠这些战士的亡灵 直到庙宇啊 建成之后呢 那些白骨和骷髅 才被掩埋在了庙下 但是呢 后来村民在盖房子之时呢 还是时不时的呀 能够挖出骷髅和白骨来 都知道秦国军队呢 是军功绝制度 杀敌人越多 财富越多 地位越高 长平之战 更是古代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战役 没有之一 也是整个战国时代的 巅峰之战 这场秦国和赵国的 发生战争 耗时五个多月 死亡超过了百万人 于是呢 秦国将领白鸡啊 就在这个地方呢 坑杀了四十万的赵军俘虏 并将他们的头颅 全部砍了下来 血染了整片大地 为什么山西烧豆腐很有名呢 它有名啊 白鸡肉 还是高平特有的一道传统美食 那么这个吃豆腐的历史呢 可以追溯到我们刚才所讲的 长平之战 当时啊 秦军大胜 赵军惨败 四十万赵国的士兵 全部被摆起坑杀 他的残暴激起了后世人们的憎恨 便把豆腐笔作 摆起肉 刀割火烧 水煮食心 以泄心中之愤 你看 这两个人呢 他竟然呀 供奉在了棺材之上 据当地大爷说呢 这两个人呀 是赵阔夫妇 当年赵阔虽然呢 精通兵法 但是呢 他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 更何况 一擅手呢 就带领了就是四十万大军 后来赵阔断量了四十六天 但依然呢 还坚持带着残兵 试图突破敌人的包围圈 只可惜呀 当时赵阔并没有成功突破 站死在了秦军的长矛之下 所以当地的百姓认为呢 赵阔生前是这四十万人 赵军的首领 死后呢 也应该是些骷髅的王 就这样赵阔和他妻子的素相呢 被安放在这里 其实后人呀 痛恨的是秦军白起 并不是因为白起灭了赵国 而是他做了一件事 惨无人道的事情 于是呢 结局可想而知 我们熟知的 纸上谈兵的故事呀 也是出自于这里 在这座庙宇的高台之下 埋着赵军的头颅 这些将士们 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人 有自己的孩子 他们也是保家卫国的战士 因为他们都知道 没有哪一个和平 他不是用鲜血和战争换来的 因此呢 咱们这里呀 也成为了全国唯一一座 祭祀阵亡将士的庙宇 这里就是一千多年前的古墓 还能走进几十米的地下宫殿 看到免死金牌 这座古墓呀 杀伤力是非常强的 有三大爵士机关 至今无人能够破解 木道呢 也是长得惊人 那么到底有多神奇呢 咱们马上走进陕西的宝基 秦王陵地下宫殿 去了解真相 出发 这里就是地宫的入口了呀 听说地宫啊 又长又深 阴森恐怖 胆子大的呀 跟我走 胆小的呢 就不要看了 进来以后呢 感觉地宫呀 非常的暖和 这条木道呢 长达二十四米 在两侧呀 有很多壁画 一千多年了 你看 这是众人排观的一个场景 上边呢 是甲鹤西龟 再往这边看 这头上方呀 是富人其凤 然后大家再看看啊 这些壁画呀 它长达一千多年了 而且颜色呢 还能够保持非常的完好 这红色呢 大家都看出来是朱砂的 绿色呀 是绿松石 而且这幅更加有意思 您看这小嘴唇 红红的 是不是 之所以能够保存的如此完好 因为它们都是天然的颜料 咱们走过呀 这个二十四米的木道呢 眼前这个三层的门呢 它呀 叫做端门 也是整座地宫的入口 端门呢 是仿木制结构 在门两侧呀 还有精美的石雕刻 您看 上边呀 有一位呢 是夫人双手开门的迎宾状态 还有一个呢 是宋客的状态 还有呀 木子去过很多的古墓 从来没有见过这幅 您看 加克西规 还有仙人其凤 那么要想进入墓室之内呢 必须呀 搬走这里的石块 但是注意看啊 它的建造方式呢 跟其他古墓呀 有很大区别 上方它没有一根横梁 所以呢 只要抽出任何一块石块 这个端门呀 会瞬间倒塌下来 把盗墓贼全部埋在里面 但机关呀 只能用一回 就算是第一波盗墓贼 被埋在这里 后来再进行怎么办呢 咱们也 大家跟着木子啊 从当年考古堂开凿的一个墓道 继续往里走 走过这个端楼后侧呀 这过廊这里呢 有好多精美的雕刻 你看 在这里面呢 它有汉人迁马图 是一对的 在这边啊 有二人抬教图 再往这边看来 这里面呢 是这个胡人迁图 非常有意思 下面呢 是八人抬教 上边啊 是锐鸟咸草 还有大家细看一下啊 上边的红颜色呢 都是一千年之前的猪杀 现在呀 保留的还非常的完好 那么汉人迁马 和红人迁驼 是常见的素材 反倒是抬教图 是非常不多见的 古墓里的金银珠宝 有价值的呀 当时呢 都被洗几夜空了 只留下了两件东西 一件呢 是巨石制作的这个穆志明 穆志明记载了 李茂真的一生攻击 墓主人呢 是唐末秦王李茂贞夫妇 李茂贞本人呀 他并不是大户人家 也不姓李 他之所以姓李呢 是当时呀 对唐朝皇室呀 有大功 被赏赐为李姓 唐朝晚年的时候 国家动荡不安 种地的百姓呀 已经是民不聊生 到处呢 都是劫匪 后来聪明的李茂贞 就选择了参军 混一口饭吃 他参军的时候 正是皇朝大起一职时 年轻气盛的李茂贞 在对战皇朝起军的时候呀 击败了皇朝大将上让 这长安皇帝唐启宗 听说此事之后呢 非常高兴 就重用了李茂贞 提拔为将军官 点名啊 要让李茂贞呢 来保护自己 论功行赏的时候呀 他呢 被封为了节度使 第一次保护皇帝有功 后来做了郡王 这唐朝宗继位之后呀 他变了性情 不再对皇室感恩戴德 反而呢 越来越嚣张跋扈 这昭宗没办法呀 加封他为秦王 您要知道呀 这秦王可是唐朝 不会随意册封的王号 唐朝历史上 从唐太宗李世民 做过秦王之后 这个王号就再也没有人 赏赐过别人 后来唐朝的朱温之乱 夺走了李茂贞许多地盘 使得他呀 实力呢 大不如从前 后来他年纪呢 也越来越大了 就这样 一直到了69岁 死后 为后人留下了一座 传奇的大唐秦王陵墓 另外一件呢 就是单书铁券了 所谓单书铁券啊 也就是民间常说的 免死金牌 它是古代帝王赏赐给 功臣的一种特有的凭据 拥有者呢 遇到事情的时候 不仅呀 可以免死 甚至呢 犯了死罪的时候 也能够豁免 这个呀 可是当年唐朝皇帝 用玄帖打造的 送给了李茂贞 只是呀 一千多年了 这上面的诛杀文字呢 已经呀 不清晰了 这里就是木道之中 第二道防御机关了 万一有盗木贼 从上方皮操肉厚 掉下来 没有摔死 怎么办呢 还有用梯子绳索下来的人 那么这道机关 就相当于一道门栓 咱们看过神雕 侠里的人都知道 忠然身下 活死人木之中的王重阳 就设计了断龙石 来直接封闭 古墓的入口 把人困死在里面 这个呀 和那个道理呢 它是一模一样的 您看 这个呀 就是李茂真夫人的棺材 这也太大了吧 这里边长眠的呢 就是李茂真 非常善良的夫人 而且呢 在民间呀 有句俗语 叫做什么呢 建官发财 这最后的机关呢 就是天崩落了 是龙头闸之后的机关 如果盗木贼 被活生生的困在木穴之中 一时半会死不了 怎么办呢 他会陷入绝境 会发狂 到处光光 乱攻击 所以天崩落呀 就是在这个时候 从木穴之中呢 落下大量的石块 还有土块 直接把盗木者 就埋在里面 可是这样精巧的 三道机关 也没挡住盗木贼 机关呀 还完好无损 原来是盗木贼 躲过了重重的防盗机关 直接呢 把盗洞精准的 打在了墓室最后部 墓主棺果正上方 盗洞的受力呀 选择的恰到好处 为了避免这个 弓熊顶塌方 他们避开了 中心的承重区域 采用了螺旋向下的方式 逐层分散压力 咱们不得不佩服呀 这盗木贼是真的太聪明了 因为呀 地宫里边实在是光线太暗了 咱们大家呢 如果想看盗洞 咱们就得借助手电的光芒 来看一下盗洞 您看 就在这里 为什么这会盗木贼 能够对墓葬了入执掌呢 其实呢 是有人在地面做了手脚 因为他们当时用秘语 绘制了一幅天象图 泄露了秘密 你看 现在放了七个乒乓球的位置呢 是建造的时候 故意没有放砖的 组成的是北斗七星的样子 这个箭头指示的方向呢 正是木道的方向 随时对用的穷龙顶中心点 暗示着容易塌方 真是人心难测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当时泄露了秘密 其实呀 这里呢 不止被盗一次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 当地村民呢 还听到了爆破的声音 盗洞啊 差一点就打透了 后来为了保护 我才发掘了这座墓葬 您知道 为什么当年 挖掘定灵地宫的时候 会发生鸡飞狗跳的事情吗 1956年考古专家 挖开定灵的时候呀 当时只有一人生还 怪事呢 一剑接着一剑 据说一个挖墓者 当场被雷给劈死了 听起来呀 就毛骨悚然 今天墓子呢 就来到了明万利定灵 这里面还出土了 3000多件 奇珍异宝 其中有让世界到现在 都为之震撼的 金冠和凤冠 但是为何定灵发掘 又被外界称之为 考古史上最大的悲剧呢 60多年前 打开了定灵地宫之后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大家如此害怕 今儿个呀 墓子呢 就来到了定灵 带着你们走进这座古墓 去揭开他神秘的面纱 出发 进来之后呢 咱们发现这里有道门 这个门呀 它跟清朝有区别 清朝的呢 叫做二柱门 但是这个呀 叫做凌森门 还叫做阴阳门 和生死之门 而且在来参观的时候呀 咱们不要从中间走进去 从左侧或者右侧进去 但是出来的时候呢 你们呀 要说上一句 我回来了 那么至于为什么呢 墓子呀 今天是不敢说了 我怕我说了之后呀 您呀 睡不着觉了 这里呢 就是进入定灵地宫的入口 想要进入地宫呀 咱们呢 顺着这个楼梯一往下走 才可以进去 而且呢 这个地宫 它的高度从上到下 就是二七米 相当于十层楼那么高 万历皇帝呀 当年呢 是十岁登基 在位呀 是四十八年 而且呢 是整个明朝在位时间 最长的一个皇帝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呀 家死后的三百多年呀 他的地宫呢 被别人挖掘 现在呀 还成了游人参观的景区 这十层楼也太高了 您说 下去十层 当时走上来 还得十层楼高 这也太累了 如果有个电梯 那该有多好呀 快看 这就是当年考古学家 进入地宫的一个入口了 叫做金刚墙 高度呀 是九米 但是当时考古人员 到这的时候呢 他们呀 却没有直接进去 因为呢 想把墙拆了之后 再到里边去 可是出事了 据说在拆墙的时候 从上方 有一股大大的黑气 直接呀 就飘了出来 而且呢 砖都顶了出来 把大家吓得是 撒嘴就跑 以为里边 有什么机关暗器 和飞刀呢 经过商业之后呀 他们觉得人 是不能够第一个进去了 太可怕了 再万一乱箭齐飞 那是必死无疑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就在村子里面 买了一只公鸡 扔到里边去了 没想到鸡吓的呢 也飞了出来 最后想呀 放只狗吧 可是狗 是不能放到里边去了 狗是找到了 怕狗到里边 破坏文物 其实这里边 它根本没有什么机关器 只是封闭了几百年 密不透风 突然拿砖的时候 气体呀 从里边呢 就窜了出来 才会产生上述的情况 从金刚墙进来之后呢 就是地宫的大门了 这整个大门呀 它都是用汉白玉 打造而成的 非常的重 而且呢 在大门的后面 这里过来看一下 还有一块顶门石 这个呀 是挡着人 不让人进来的 可是呢 没挡住 那么当时这个石头 是怎么放的呢 有人可能会以为了 说是不是这个人 把地宫石门关闭 就死在里边 其实不是 它叫自来石 就是这个地宫门呀 当年把万里安葬之后 把门一关闭 有个东西做牵引 而且顶门石 放在这个位置 直接把门一关上之后呢 从中间的缝隙 把那顶门石 弯起来一低落 直接呀 就卡在了门的后面了 那么当年 他们在1955年 到1957年 考古进来之后呀 也是用管定钥匙 打开了地宫的石门 现在呢 咱们呀 就正式的来到地宫里面了 首先映入眼帘了呀 你看一下啊 在这边呢 是右配垫 在这里呀 你会发现 中间有一个大大的棺床 但是棺床上呢 它当时呀 却没有放棺材 据说以前这个地方啊 是放殉葬飞瓶用的 后来呢 殉葬制度呀 已经取消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曾经就没有殉葬过飞瓶 还有这个位置 大家过来看一下啊 有个井 它叫做金眼吉井 是干什么用的呀 当年在修建皇陵之时 这个位置呀 发生一口井 而且呢 把这个殉葬者的棺材 会放到井的上面 而且万历的棺床下边 它还有一个井 也叫金井 说整座陵井的建筑呢 围着这个金井来服务 如果当年在挖这个金井之时 地宫下面挖出了沙石 证明这个地方是发生过 泥石流不能用 所以说呢 要挖出五色土 才能够来享用 这一把呢 就是万历皇帝的龙椅了 我们可以看到呀 整座龙椅呢 它用的都是通体的汗白玉 打造而成 龙椅背后呀 还叼着一条巨龙 这里呢 还摆放一口大的青花瓷缸 寓意非常的好 但是呀 这个地宫当时封闭之后呢 没有了氧气 这缸呀 也就没用了 这当时是点那个长平灯用的 据说当时打开地宫的时候 这个青花瓷缸里面 还有很多灯油 灯链呀 也没燃烧多少 怎么回事呢 因为当年这个地宫在封闭之后 它里边没有空气 没有氧气 所以说呢 灯油也没办法燃烧了 当时里边还有很多灯油 在里边已经是凝固起来了 另外还有两座汉白玉的石座 那是皇后的宝座 上面呢 雕刻的是凤凰 在前面呢 这是主墓室了 咱们呀 继续万历走 去参观这个金炫 您看一下啊 这就是当年万历皇帝安葬之地 您看 中间有三个巨大的珠虹棺材 而且呢 在民间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建官发财 因为官材官材嘛 希望大家都能够建官发财 中间这口大的呀 是当年万历皇帝的 左边的呢 是孝端皇后的 右边呀 是孝敬皇后的 而且呢 关锅两边 还摆了很多红色的宝箱 看见了吗 26个有 说在1958年的时候呀 一共出土了 是3000多件珍宝 都是陪葬品 咱们呢 现在呀 赶紧去看看这两件 非常价值连城的金冠和凤冠 你明白吗 的 那架